黄者荣耀的游戏局势很简单 要么就是顺风 要么就是逆风 大部分人都喜欢顺风局 逆风就不想打 一旦有人点了投降 就立马同意 但也有一部分人 他们死也不点投降 对于这部分死也不投降的人 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 首先有一部分人 是很嫌弃这类死也不点投降的人 觉得他们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这种逆风局 更加适合 真的没有任何意思 毫无游戏题 赶紧开下一把 如果不点投降是浪费时间 男性的玩游戏 不也是在浪费时间吗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连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练技术 关你投降还是不投降 我只想练英雄 秀技术拿人头 你点了投降 我就在下一把继续 你要是不点投降 那我就在这一把多浪一会儿 至于我是站在不点投降这一方 水晶不破 绝不承认自己这把会输 这如大家所说的 小兵都排在前进 你有什么资格撤退 到了后期 什么都是一波团阵的事情 不到最后一步 你永远都不知道 事情跟走向会是如何 输了是正常 但一风翻弹 不很有成就感吗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呢 我发现了 你还不得帅 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